2012第四屆民间国事论坛 6月24、25日两天 在新北市政府举行 会中不分蓝绿 对飞和家园表达强烈支持 台湾是属于我们大家的 台湾是不分朝野不分党派属于大家的 不是属于哪一个政党哪一个特定人的专利 低碳永续也属于我们的 绝对不属于哪一个政党哪一个个人的专利 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努力 飞和家园也成为我们的共识 更不是属于哪一个特定人士 我们应该要共同努力来打拼 怎么好好的走这一条路 是我们大家共同要努力的 核能的议题 对西北市来讲 这永远是一个心中的痛 跟最大的理由 我们都知道 贝德家园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但是如何能够好好的达到 快速的达到 有效率的达到 需要我们大家的共识 不是喊口号而已 是如何具体的落实 所以今天我很高兴我们这个论坛 有这样子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想法 大家认为我们如何找到我们的替代能源 如何让大家更有效率的 运用我们的能源 来达到贝德家园的目标 同样的 核废料 对于西北市来讲 更是我们民众 更是我们市政一样心中的痛 如果核废料要照现在这样的方式 继续的存在大台的地区 我想是民众没有办法接受的 但是要该怎么做 我们要找出一条路 否则用以拖带电 就是让我们这个城市 让大台的地区将近八百万人 所有的国民陷入非常大的风险 立法院长王金平对于新北市 拥有三座核电厂的危机 认为应该要全民一起面对 尤其是核废料 更是共同的责任 我们有四座核电厂 三座就在这里 就在新北市 所以这也是承受相当大的压力 而一下台湾近几年来 因为气候变迁所带来的各种灾害 大家也感受到 这些问题都期待我们共同关系 共同寻求解决之道 哪些是因 这些因怎样去消除它 哪些是果怎样来承受 比较轻微的果 我想这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我想核废料要怎么处理 到今天还是莫终于事 美国法国甚至于大陆 或者是其他国家 都是来跟我们有所接触 希望能够帮我们处理 把这些核废料 但是到今天如此 永远没有一个具体的答案出来 那像核能安全 当然去年日本三一的一个核灾之后 大家对这个问题更加重视 更加小施 也是我们陈吉兰先生 他是最极力要推动 所以今天的议题也包括 我们国家的多元化的一个能源 那你要怎样 让它得以充分的发挥 否则的话 这个飞和家园 大概不可能达成 紧邻新北市的台北市 更不能置身事外 吕秀莲指出 一旦新北市发生核灾 大台北地区数百万人口的灾难 是会亡台的 新北市加台北市800万人口 日日夜夜都生活在 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遭受日本三一 或者美国的三级岛 或者是俄国的川普 这样的核灾危险 我们会比他们更惨 因为美国 苏联日本 他的国土面积都比我们更大 这几个发生灾难的地方 都在偏远地区 我们北台湾 人口 占全国人口五分之三以上 如果发生任何一个核灾 我道胆讲 是会亡台湾的 核灾的灾变一发生 我们在谈什么永续 没有机会 我们现在的平安不表示 我们永远的平安 如果GNR不知思维 如果继续涌泡三个核电厂 我想 台北人最好不要走台北人 我毫不客气地提高 我想宜兰人也会觉得 每日宜兰 会留下很多的安城 台湾经济朝向软实力 工业化生产成长减缓 倍载用电不必太多 谢长廷呼吁 现在是成功停河的关键时刻 深信我们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可以成功 因为我最近看这个社会的辩论 还有议论的走向 尤其台电的问题 我们都有发现 刚才那个书长讲的 说这个用电量 耗电量要零成长 一定零成长 为什么因为这景气都超过意料的低 当时我们的景气是以6%成长计算的 对不对633 但现在你看2不到 这个耗电量当然是不会成长的 但是它购买电已经购买长期期限 所以就是要让位电 就是要让位电 不然这个就帮助问题吗 帮助问题吗 其实我们在核能厂核能发电 在座有很多专家 总电量一般 占总电量是差不多13左右 占台电的发电量差不多20左右 但是我们的预备电量 成千到28 24 如果24来看 你这个核能厂通通停止 预备电量 还有剩11 其实他用最低的标准 转也还有3 民间国事论坛发起人陈锡南 挖掘出今年10月 即将在核一厂进行的干事主存计划 一旦没有制止成功 新北市与台北市将与核电共舞数百年 干事主存若钢筒毁损造成辐射外泄 将无法在大气中修护或换装 况且最终主存选址计划无着落 外运交通工具路程 以及安全防护欠缺 再再都是艰难的工程 非台电能力所能承担 而干事主存一旦造成万年剧毒 和浮射外泄 台电与中央政府无能力善后 更无实力理赔 陈锡南将力主高阶核废料干事主存 守护台湾土地以及环境安全 这些问题是我们不能避讳的 因为它是在我们旁边 它就是会造成无分 后站只身跟永续的环境 是没有办法回转的一个污染 核轮是没有安情的 核轮的安全是没有的 最主要的问题是如色的布的产生 是随时都会出来的 环保署长沈世宏从台湾永续角度倡议 用电临成长再生能源百分百 前一阵子我们跟我们全国NGO 开了这个全国气候变迁会议里面 我想给我们一个非常智慧的建议 希望总统能够把我们的电力用电的需求 零成长 事实上我们不但要零成长 我们要负成长 是吧 其实我们需要的是能源消耗 负成长再生能源百分百 媒体观察 核灾的脚步离台湾不远了 德国寄取了车诺比的教训 台湾是不是也应该把日本福岛核灾当借禁 26年前的车诺比核灾 催生了德国的飞河加盈 2011年的福岛核灾 台湾能够无所作为吗 到今天我想我们的政府几乎是无所作为 在这个岛上的2300万人 一定要建造棺材材流泪吗 正如刚才李副总统讲的 核灾是台湾万劫如故的灾难 一旦发生核灾 将是台湾万劫不复的灾难 那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经济部 原能会以及台电等相关首长 于日本核灾后未曾前往考察 如此怠惰与官僚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而对于辐射一切归零的武感 及还团与人民自保的呐喊 更是视若无睹 曾经有一次这个机会 跟同时在一个座台会里面看到 三位国内掌管核能安全 最重要的三个主法 一个是经济部的这个副部长 一个是延任会的主委 今天不在场 还有一个是台电的这个董事长 三位 这三位最重要 那我们国内已经绝对国际的日本 那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请教三位 过去一年多来 这是已经一年之后 诸位三位领导国内核能安全的 整个主管 有没有跟日本的相关的单位 做过讨论直接的请教 是不是看看报纸 是不是看同仁的报告 科研的承报之后呢 当然我们等一下也可以请教 这个聪明的丘局长 是不是有跟日方的这个主管 能直接的接触 那很可惜我得到答案是都没有了 因为公务繁忙 因为各方面的不方便 旅日作家刘璃儿 亲眼目睹强国日本 遭遇核灾后的国情甚衰 难以想象的是 日本的下一代 眼前就有看不到的隐忧 一个像福岛这样子的一个核灾 它发生之后日本社会 日本政府 其实是完全承担不起的 不管是它实际发生的损失 对人的 人体的伤害 还有就是说将来要去收拾 现在日本活着的人都完全不可能看到 福岛核灾收拾的状况 然后它要除去的辐射污染 需要十个年度的国家预算 就是十年份 国家全部都不吃不喝 其实也都只能收拾一部分 那就是说它发生的这么样 连日本就是说跟台湾比起来 我们都一向认为日本是比较进步的 然后它应该也是一个比较法治的国家 可是它发生之后 因为政府能够做的收拾的能力有限 那政府必须要采取许多非常的 就是非法的手段来维持它的体制 那要是发生在台湾的话 其实后果是更不堪设想的 那我因为在灾后去采访非常多日本专家 他们都告诉我台湾的核电 才是全世界最危险的 而且台湾是最可能下一个发生 那个核灾的那个国家 台湾的永续可以达成吗 周锡伟认为低碳城市是一条指日可待的路 台湾人才科技资源 跟所有的大家未来的努力的心情 台湾一定做得到 只是做还是不做 所有的政策所有的标准所有的科技 都已经存在了 但是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是现在 我们还没有办法去打造这样一个示范的区域 然后介绍给全世界 所以我们应该要加油 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 台湾一定在国际上 会有自己的一个很好的地位 专家学者从各种角度看核电厂 解析核废料 也提供各国核灾的后遗症 台湾台北台电应该要有所感觉 官方的报告是12到15公尺 那显然挡不了类似古岛的海啸 不要讲说工程设计等等 那日本的学者告诉我说 为什么有的日本的电厂 会受到海啸就出问题 有了没问题 就是设计的水准不太一样 所以表示说要提高安全 要提高那些设计 第二个呢 陈民事长在这边最担心的 最关心的 要跑多远 人要跑多远 发生问题要能跑多远 还有说能够跑多远 那日本人其实我们当然知道 就是在跑多远的时候 有多少人要从这边离开 那我们还有一个人 有多少人要跑多远 一个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多高 第二个是要跑多远 第三个人是有多少人要离开多远 这个问题是真的是很关键 这个配合我们 这个厨艺的这个政策 事实上这个只要核一厂 把这个负债降低 那么现有的储存水池的空间 应该还是可以放的 所以干湿储存厂的必要性 不是非常的怀疑 那和二也是一样 就是说如果能够不兴建 按照我们厨艺的这样的一个规划的话 事实上中期储存的干湿储存厂 事实上都没有需要 那我们也是希望这样 这样对当地的破坏 事实上是可以减少的 所以我们必然要面对这个负料的问题 虽然说国际原子能组织 就是说车动宝的紧急出占圈里面 什么动物有增加 但是我认得的这位学者 这个是在referi the journal 发表的 他的最近十一年的研究 就发现了 他是专门研究鸟的 鸟类的种类减半 甚至有的 足色很高的地方只有三分之一 然后很多的雌鸟 是不跟这个铜区的熊鸟交配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长得怪 其实我们看对方好不好看 这个吸引力就有差 第一个就是长得很奇怪 第二个呢 其实是有一些有癌症 这个鸟的这个嘴下面 还有他的嘴变很奇怪 这是正常的鸟 不只是这个昆虫 蜘蛛 蛤虫 都有类似的现象 而且呢 他发现了48%的某一种这个燕子 在这个这个紧急速箭圈里面 他的金字是突变的 也就是他这些熊的是没有办法 这个难掩后代 民间国事论坛持续关注 台湾永续发展 邀请工部门与司部门 透过政策拟定的参与 找到倾听与对话 接受与行动的平台 像我们今天的题目 是要公司协力化 第一个会先从公司对话要开始 可是如果要做到公司对话的话 第一个我觉得工部门 可能先把这个防御性的对话模式 必须要先放下来 你只有把这个防御性的对话模式 先放下以后 我觉得现在是核能的问题上面 其实已经确实遇到非常多的困难了 我们都明白这些困难 今天不管是像邱 邱局长在原来会工作 一定都非常清楚这个困难 所以我们是公司一起去找到 到底怎么去解决这个困难的方法 也许是多少的选项 就像说是选择题 可是我觉得不要一下子 就把那个防御性的对话模式 搬出来的时候 其实那后面就是连对话 根本都无法产生 更不用讲公司协力的部分 新北市政府秘书长陈生贤 全程参与第四届民间国事论坛 以地方政府幕僚长身份 虚心倾听各界意见 冷静分析理性探讨 历史工业的核一厂 核二厂的核安问题 与用过核燃料棒的处置 以及核四厂的核去核从 希望在马总统确保核安原则下寻求解套 以台湾的环境 再加上你国际做得这么好的都会发生这个核安事故 这个安全的移力是一直存在的 那台湾又是地甲人酬 经不起一次的伤害 那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政策是可挑战的 为什么你不能要不要停 或是是精英还是让民众来选择 这是一个 不然你说我逐渐到达非核家园 那你越拖越久 潜在的风险就越大 所以这个是挑战的 这个怎么来处理 这个才是一个关键 所以我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才说 这个是可以讨论 而不是应该是怎么样 这是不能改变的吗 核汇料方面 其实不管说我要不要 我是废长或是继续做 核汇料都要处理 但是大家的疑问就是说 我讲核二就好 核二你既然是在期限要演绎 说不定你可以提早提议 那以现在的施施的处存量它是够的 那你现在有没有必要 现在就干事 那干事又是一个暂时的 那你为什么不把所有最终处理 一并考虑完再来 减少那个中间的风险 所以核汇料的处理 你没有把整套的想出来之后 所以大家 民间团体在质疑也是说 那我现在做干事的安全部分 将来又怎么样40年 我是觉得这个 没有点出那个聚焦点在这里 核电厂高阶核废料 高辐射危机 就在台湾最重要的大台北地区 蠢蠢欲动 随时围急着我们 新北市议会通过的公投自制条例 新北市民有权决定 要不要被核电厂拥抱 我们必须展现我们的实力 我们要当家做主 做新北市市民宣战 我们没有选择 我们的责任 就是善用公民投票权 来让台湾达到非核加盟 我想今天 新北市这个决议 应该很快的会影响屏东县 屏东也可以赶快来通 制定要求他们的议会 来制定公民投票的自制条例 那么同步南北接线 反对台电超级危险计划的 核废料干事主存作为 具有影响力的您 可以采取任何的行动了 天下 山北海 大别人 大别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